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貿易戰 其實大家都認為 某種程度上是川普為了選舉 而去開徵的這樣的一個戰爭 而這個戰爭遇到了所謂的COVID-19 導致他所有獲得的這些 所謂的這個戰果 目前看不到了 而從貿易戰引發到 現在我們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熱戰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出現了今世緊張 後續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大家在討論就說 川普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 跟中國大陸撕破臉 之前不是出了一本書嗎 Bolton出的書啊 Bolton出的書裡面講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說你不要看川普 現在在那邊玩這個手法 其實他某種程度上 他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反中 他不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反中 而是他是什麼 他是在所謂的這個戰略層次上 跟選舉策略上面這樣的一個反中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even就算打得最熱烈的時候 在香港 你會發現說美國一直講說什麼 我有可能要取消什麼 最會待遇啦 關稅待遇啦 香港連續匯率這些部分 最後呢 雷聲大雨點小 講得多做得很少 中美整個的貿易戰的狀況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看不懂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剛才永平姐講說 我們經營部到底在想什麼 那他的老公 部長老公顧立雄 是國安會的這個名字 他們兩個 這件事情如果是經由 國安會的討論而做 我個人會非常非常擔心 為什麼很簡單 我們過去一直在講嘛 當中美進行所謂的這個 從所謂的這個冷戰 美中的這個冷戰開始復甦以後 大家會想冷戰就是要幹嘛 找戰場 冷戰就是不想要變成軍事衝突 打樂戰對不對 所以美中在 所以過去美蘇兩邊在冷戰的時候 雙方曾經出現很多幼稚的行為 就是在東歐的戰場上 你打我一下 我戳你一下 你罵我一下 我回你一下 你關我死管 我提你的這個時節 或做什麼 做什麼 而在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雙方如果不願意做軍事的衝突 那雙方就會要做什麼 就會做一場所謂意識形態上 跟經濟上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冷戰的這個點 那我們這個時候開始做什麼 我們開始去進愛奇異 開始去進所謂的這些 所謂的淘寶這些部分的時候 那是不是對方 我們也給對方一個 直接反應的空間 那我們某種程度我們幹嘛 我們自己介入了所謂 美中之間貿易戰的戰場 而我們因為我們是順差的 所以反而湊上去給老共一個 很好做理由的 一個出招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原本不一定在這整個棋局裡面 但我們把我們的經濟 把我們最重要能夠建構 我們國家安全的經濟 我們現在放在這個籌碼上 跟人家對賭 我們何苦呢 而且今天很簡單 就算我們退萬不祥 我們今天真的是如同剛憲哥所講的 我們要跟所謂的過去的這些 錄資做乾淨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在所謂市政府旁邊那個 中國銀行的分行 為什麼不先關它 為什麼要關AQE 為什麼不關 為什麼不關建行的分行 為什麼不關中國銀行的分行 那是那才叫錄資吧 那搞不好 那還有什麼30% 中國銀行的分行有30%錄資嗎 那是百分之百錄資吧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去處理這個 而在處理這些愛奇藝跟淘寶 這些無關痛癢的部分 所以我寧願相信這整件事情 是經濟部官本位主義下面 再加上一些很激進的立法委員 像所謂的那個 那個我們台中的這些 明天到晚去擄經濟部 所以經濟部被迫去做了這樣 我寧願相信這是一個 官本位主義的作為 但如果今天這是一個 經過國安會所思考下面 所做出來的決定 那我可以講現在的蔡政府 絕對就是把我們帶到衝突的 這東西裡面去